弟兄姐妹 shalom 大家早上平安 那么今天早上的主题领袖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口节心轻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 第十五章第十到第二十节 耶稣就叫人来了 这众人来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人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不服 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栽种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耶稣就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路口的是运到肚子里 又落在毛刺里面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的 是恶念 是凶杀 是奸淫 是狗和 是偷盗的 是妄证的 又或者是毁谤的 这些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秽人 那么今天人的问题呢 不是外表的问题 反而是心灵的问题 人喜欢用各样的方法 来掩饰自己心中的丑陋 事实上 人心中想的 必然会从言语的行为中把它表达出来 法利塞人呢 就最喜欢注重外表的律法 想尽办法去帮助人 不要去触犯律法的经文 一个人可以在外表上遵守每一条的律法 但他也可以同一个时候 并不代表他内心就会顺服上帝 我们遵行律法 反而自以为义 甚至用自己的经验去成为律法 叫别人也要遵守 当别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快就会定他的罪 本来是好事 却因为人的自我中心 成为了彼此定罪的借口 另一方面 我们也常有闲话 有些人无意的闲谈当中 有些人却故意的在闲谈当中去做出伤害 有时候是处于妒忌 有时候是处于苦毒 所以当我们想在人的面前来数落弟兄姐妹的布施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你真的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吗 想一想 你真的是心里面没有私欲吗 我们需要审查自己 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不要因为我们里面的苦毒而被拦阻了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 不是吃什么 喝什么 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在这些外表的 围着这种外表的事来争辩 最重要的是 你心里的光景到底是如何 因你里面充满的 就必然会显入在你生活的言语中 所以雅各书第三章第九第十到第十节 就这样子说 我们用舌头颂赞 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 那照样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 颂赞和咒诅都从一个口里面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圣经说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求神的灵监察我们的心 光照我们的心 看见我们自己在原语上 是否有不讨神喜悦的方面 因为主在这里说的很清楚 唯有从口里出来的才能污秽人 所以求神让我们口里要清洁 更重要的是 从心里要清洁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 让我们一起说祝福人的话 也让我们拥有一颗造就人的清洁心 愿上帝赐福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